时不言,而且是分舟而时,宴厅中亦是静默下来,只有偶尔碰着瓷块的轻微声音,用完饭后,由势必端上茶水漱口,罗氏便轻声细语地询问起染云生路途上的事情。 从言语见,染云听出罗氏对她印象似乎不佳,虽也持续地没有跟着掺和,屋子垂眸喝着茶,倒是染美玉混得如鱼得水。 罗氏虽也未表现出对染美玉有什么好感,但偶尔也会搭上一两句。 新娘心知,娘子一向没什么嘴上功夫,却也只能暗暗着急了。 戈兰心中微微一动,飞快地将桌角的杯盏浮落在地,清脆的碎瓷声令所有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戈兰悄悄扯了扯行娘的袖子,给她递了个眼神。 多年的合作,行娘自然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连忙起身行礼道。 老奴不慎碰掉了瓷盏,请郎君和夫人责罚。 冉平玉笑呵呵地道。 京娘不必如此啊,不过是这杯盏罢了,快快请坐。 见冉平玉竟然如此客气,罗氏不禁打亮了行娘几眼。 见她五十岁上下,一身干净简洁的墨绿色被子,微微花白的鬓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举止神情自然带着一股大气,便是连请罪,意味曾失了气度。 不思一般的下人那样,微微缩缩。 您是...行娘吧? 罗氏根本认不出来。 这些年,行娘居然老了这么多。 行娘微微动容,蹲身道。 回夫人,正是奴婢。 罗氏神情激动,连忙亲自上前将她扶起,还不忘称怪冉平玉道。 怎么能如此怠慢娘子身边之人呢? 说着便让人摆席位,却被行娘阻止了。 夫人折煞老奴了,老奴再如何都是奴婢, 岂敢与主子同席,这不合规矩。 罗氏自是知道,方才那个茶盏落得蹊跷。 当时她只以为,行娘因为她怠慢了石新娘而心生不满。 因着正式的大恩,她自然要给几分颜面。 眼下看来,行娘极重规矩, 而且也很懂规矩,知进退。 即便是表示不满,也值得她尊重。 冉玉玉恨得牙痒痒, 蹬向冉岩的时候, 却分明看见戈兰冲她隐秘且挑衅的那一笑。 而从始至终, 冉岩都势不关己似的自顾着喝茶, 只刚刚在行娘出去请罪的时候, 坐着了身子,想要出言求情, 却被戈兰轻轻拽了一下。 在长安的第一天, 就在戈兰与冉玉玉无形的硝烟中落幕了。 至于宅斗内争争斗斗这件事, 闪言根本没有必要费心, 即便戈兰被与世隔绝了两年, 离开高氏的燃美玉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高氏母女把戈兰弄得家破人亡, 即便戈兰真的整死了他们, 闪言也不会有任何心软。 这是一个法治还不完善的社会, 如果满腔正义感, 只期待官府惩处坏人, 那就只能一辈子受人欺压。 燃严早已经过了天真的年纪, 戈兰寄坐在外间, 透过细密的竹帘, 看着榻上就着灯光看医书的燃严, 心底渐渐柔软起来。 虽然燃严什么也没说, 但戈兰知道, 她一直在履行承诺, 就如同她当初说的, 你怎么对付高氏我不妨碍, 必要的时候也会起于帮助, 这是我借用她身体该给的回报, 但是也请你记住, 你们娘子的死与我半点关系也没有, 如果哪一天让我发现你做了不利于我的事情, 别怪我下手不留情。 如今闪言在默默旅行前半句话, 而后半句, 柯兰一定不会让它发声。 一日, 五更二点, 小色朦胧, 一片幽静, 自宫内小鼓声起, 住个街坊顺序敲响, 城内开始响起了阵阵鼓声, 各坊的门陆陆续续开启, 这鼓声要敲三千下, 直到天亮为止。 长安城的百姓或披衣而起, 或在规律的鼓声中睡得更寒。 闪言却是第一次经历小鼓声, 安善访的鼓声晕摸响了十来下, 他并醒了, 见天还未亮, 便在踏上和眼躺了一会儿, 直到三千鼓声指, 阵阵才在婉律和戈兰的伺候下, 起踏梳洗。 之后去前厅, 与阵平与夫妇一起用完早膳, 罗氏并留下了阵阵和行娘, 一起说了会儿话。 经过昨晚的事情, 罗氏对待阵阵的态度, 明显有些变化, 言语间更加温和了几分。 是七娘才避玉之灵, 衣裳大可鲜艳些, 怎么总穿得这样肃静呢? 罗氏笑道, 闪言垂首答道, 而一贯喜欢肃静些, 觉得衣裳还是舒适为要, 罗氏点点头认同。 此话正是。 因前些日, 阵美玉一直找罗氏搭话, 他虽然不怎么带见本家的人, 却架不住阵美玉, 一直说的是阵云生的事。 阵氏私子心切, 自然也就没有拒绝。 阵美玉说道, 狮狼特别照顾阵岩, 甚至为他一掷千金的事情, 罗氏心里就有些不喜。 虽然正是当初给他很大的帮助, 可谓恩同再造, 即便花在阵云身上再多钱, 他也不认为亏得慌。 但阵云生一向行为有度, 忽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罗氏心里肯定欢喜不起来。 不过, 眼下看着阵云也不像那种浮华虚荣的性子, 心底稍微舒服了一点, 就全当阵云生是报恩了。 正想着, 门口光线一按, 近来一高一挨两人, 正是阵云生和阵云。 母亲? 母亲? 两人向主座的罗氏行礼。 罗氏瞧着自己这双容貌出众的儿女, 眼底满是笑意, 忙让两人坐下。 石七姐, 你的病情如何了? 阵云在阵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 转头询问道。 阵云回道, 早已经痊愈了。 诶, 那正好, 今日我要去琳琅斋, 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阵云兴致昂然的道, 之前在苏州你赢下的那几块玉, 我送到琳琅斋去了, 小的呢, 早就做成了成品, 大的那尊雕成了百件, 约摸再过七八日就能完工。 阵云想着毛石是阵云赢回来的, 便没有急着把成品出手, 等阵云到长安后看上一眼。 你看看你, 还有点娘子家的样子吗? 成日在外疯袍, 眼看就十五了, 看看有哪家要你。 罗氏对阵云万分头疼, 他们本就是商谷家, 身份不高。 如若阵云能知书达理, 温婉贤书, 以家里的根基和钱财根本不筹价。 可阵云现在炎然就是个小商谷, 高门大户肯定看不上眼, 闪云却不以为然甚至嘟囔道, 阿兄知书达理, 学赴舞车, 生的又美貌, 肯定不成没人要的, 不如母亲让阿兄嫁出去吧, 我呢就留在家里孝敬您。 你?孝敬? 不被气死就万幸了, 罗氏这回是动了真怒, 不过碍玉有外人在场, 生生忍住了, 行娘温声安慰道, 夫人息怒, 老奴瞧着孕娘活泼灵动, 相貌出众, 哪里会仇嫁了, 只不过年纪小, 多多教导就试了。 罗氏心中一动, 看了染颜一眼, 虽然看上去过于冷漠, 不太讨人喜欢, 想来是天生性子的原因, 礼节方面却没有任何缺失的, 于是便琢磨着 把染云托付给行娘教导, 行娘到底是行娘正式出来的, 有她指点必不会差, 不过眼下并不是个好时机, 念头闪过, 罗氏交代了几句, 便让染云声他们出去玩, 只留了行娘说话, 长安冬季比苏州还是要冷一些, 光秃秃的树枝上 截着一层薄薄的霜, 迎着明晃晃的日光晶莹发亮, 说话的时候, 有白白的雾气从唇边溢散, 碗绿屋子在后头玩得起劲, 到了那门道时, 陕美玉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师哥,美玉, 你们要出去? 陕美玉声蹲下脚步, 去东市, 你可要一并过去啊, 好, 陕美玉喜笑颜开, 陕美玉在本家的名字叫陕美玉, 罗氏觉得这个名字太俗气, 便将中间那个代表庶女身份的美字去掉, 除了在苏州的长辈们,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陕美玉似乎觉得这样能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 殊不知犯了陕运的忌讳, 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叫我美玉, 我叫陕运, 不叫陕美玉, 哼, 你若是再叫错一次, 以后我去哪里, 你都甭想跟着, 陕运倒不是在意树不树的, 只单纯觉着这个俗气的名字, 会让他在贵女圈里抬不起头来, 陕美玉哪里受过这种气, 顿时拉下了脸, 转头与陕运声道, 师哥, 我要与你坐同驾马车, 陕运冷哼一声, 抬脚上了后载内门道外的马车, 还不忘回头拉个同盟, 哼, 师兄姐, 我们走, 陕运淡淡看了陕运声一眼, 他确定, 陕运声对待亲朋好友一贯心软, 必然会应了陕美玉的要求, 便随陕运上车了, 果然, 上车之后, 陕运挑脸看了一眼, 气呵呵地道, 哼, 阿兄真是, 非得哪天, 让陕十八的毒牙咬上一口, 他才知道什么叫做不该心软, 气死我了, 一进入东市, 喧闹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碗绿坐在车幅身侧, 不忘时时于阮运说所见所闻, 娘子, 长安的娘子, 果真都不带鸣离呢, 世家贵女呢, 还是要戴帽帽和面纱的, 长得不好看得遮眼, 好看的呢, 要保持新鲜感, 哼, 一个个整日没什么正事, 玩起来倒是花样烦多的, 阮云不屑得道, 阮云是个务实的人, 在他眼里, 世家贵女还比不上街边以色向吸引人卖豆腐花的, 阮云唇脚扬起, 阮云这小丫头, 在后世就应该被称之为愤青, 对待不满的事情极尽讽刺挖苦, 马车停在了琳琅宅前, 阮云和阮炎前后下车, 站在大街上, 跳目望去, 街道笔直, 商铺临次致笔, 能从这里一眼望到东石高大的围墙, 与坊间一样, 街道边的两侧设有排水沟, 水沟的外侧还铺设了七尺宽的人行道, 方便顾客行走,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时不时有人看阮云和阮炎几眼, 咱们呢, 先去看看育成品, 待会儿再去逛逛, 阮云边说边往里边走, 其实呢, 东市也没什么好逛的, 还是西市好, 那里各国商人云集, 时常能找到好东西呢, 通俗来说, 西市就是普通和国际结合的贸易中心, 而东市则是高级市场, 卖奢侈品的地方, 阮云淡淡笑着, 像阮云这样会精打些算的, 定然不肯轻易在东市买东西, 两人领着各自的势币一进门, 并有小私营了上来, 看见阮云连忙行李道, 娘子来了, 掌柜出去办事了, 令小的一直厚着呢, 嗯, 到座坊去, 阮云道, 店面晕摸有百坪左右, 在北墙边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 琳琅斋, 盐然是一家不小的玉器店, 一楼已经有不少在挑选玉器的客人, 每两三个客人跟前, 都有过小思专门介绍新款的首饰, 小思偷偷看了阮云一眼, 心事一愣, 随即微微缩了缩脖子, 也不敢多问, 连忙带路往店面后面的座坊里去, 没有我的带领, 不许任何人进我的私人座坊, 哼, 阿兄也不行, 闪云转头, 嘱咐身后的小思, 小思连忙应道, 狮狼自是知道娘子的规矩, 进了里面, 便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音, 一共有四间屋子用来处理玉器, 阮云拎着阮炎去了最里面的一间, 房间里面出乎意料的干净, 只有正在雕刻的玉石碎屑, 不大的一间屋内, 有两个年约四十岁上下的玉工正在雕琢, 其中有一块硕大的蓝田玉, 便是阮炎堵下的那块, 两人见阮云进来, 便放下手头工作站起身来, 娘子 娘子 这是本家的十七娘 阮云略略介绍一句, 玉工与阮炎见了礼, 阮云便迫不及待地向她显摆, 这半个月来的杰作, 原本两尺有余的蓝田玉, 被雕成了一只椭圆形的鱼糕, 还未曾完工, 但已经能看出雏形, 盆周雕出只牡丹, 一朵朵花饱满逼真, 形态各有不同, 芝麻上肩或结出光滑圆润的珠子, 牡丹花主要集中在一侧, 越往另外一边便越少, 阮云得意地将手伸进缸里, 示意阮炎看空的那边道, 诺, 看见没有? 阮炎微微弯身, 居然清晰地看见阮云的手, 这块蓝田玉呢, 就以此处最为极品, 但它呈弯曲片状, 我便想了这个法子, 阮云收回手, 指着架子上的一尊一尺来膏, 叼着松鹤的蓝田玉摆设, 鱼缸中挖出来的那一块, 叼成了松鹤炎年, 几块少的蓝田玉, 有的被雕成了精致的首饰头面, 有的被雕成圆润饱满的寿陶, 手工之精巧, 是后世绝大部分玉雕工匠都望尘莫及的, 其中一名玉工, 从旁边架子上取下一只盒子, 娘子, 您让做的小件已经好了, 阮云接了过来, 打开之后, 看了一眼便不胜欢喜道, 陈师傅手艺真是厉害, 说吧, 转向燃炎道, 这些呢, 是我们白得的小无剑, 您也来挑几件吧, 难得铁公鸡忍痛八毛, 燃炎也绝对不会客气, 向盒子里面看去, 顿时不尽心探, 那些鱼交到燃运手里, 可是一点都没浪费啊, 里面都是极品蓝田鱼雕琢石的残鱼, 被制作成许多小件, 有扇坠, 簪子, 耳坠, 和各种讨喜的小玉坠等等, 燃炎被一只, 赢白几乎透明的小镯子吸引, 它是由一颗颗绿豆大小的玉珠子穿成, 宛如一滴滴露珠, 边上坠着短短的绿色碎子, 煞是可爱, 嗯, 就这个吧, 燃炎指着手镯道, 闪云将它取了出来, 递给燃炎道, 这是一只最好的一串了, 不过, 鸽头太小, 那, 这个也给你, 你拿最好两件, 剩下都给我, 大剑卖的钱我们三七分, 嗯, 我费了不少功夫呢, 我拿七成, 怎么样, 说着, 它又将一只脆色的玉珊放在燃炎手里, 不用了, 我只要这两件即可, 燃炎拒绝, 它其实什么也没有出, 连本钱都是燃炎生的, 它只是花了点功夫赢得这几块毛石, 得了这两件东西算作报酬, 也不算太少, 燃炎顿时笑得春花灿烂, 那, 我就不客气了, 等你出嫁的时候, 我让阿姨给你一份大礼, 燃炎玩耳一笑, 还真是一只铁公鸡, 还人情是别人的, 占便宜都是自己的, 事实上, 燃炎就算真拿了那三成, 也不为过, 但眼下住人家的吃人家的, 燃炎自然也不会在这个上面过多计较, 再说那些钱在长安就是鸡肋, 说多也不多, 连一块巴掌大的地方都买不到, 说少呢, 也不少, 却又能供得上一两年吃喝不愁, 燃炎将御手链戴上手腕, 翠蝉随手递给了碗驴收着, 转向燃云道, 走吧, 燃云也隐隐听见了燃云声的声音, 并也不在房内坐停留, 放下手里的盒子, 与燃炎一并走了出去,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